在古代有两个朋友在沙漠当中旅行 在旅行当中他们吵架了 一个给另一个人一记耳光 被打耳光的这位人觉得受到了侮辱 一言不发 找了一个沙子在上面写下 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记耳光 他们继续往前走 走到了黄河边 他们决定停下来 但是被打巴掌的那位脚一划 差点就到河里被淹死 幸好被他的朋友救上来了 被救之后 他拿了一把小剑 就是宝剑 在石头上刻了 今天我的好朋友救了我一命 一旁好奇的朋友问道 为什么我打了你以后 你要写在沙子上 而现在我救了你 你却要把它刻在石头上呢 被救的笑笑回答说 当被一个朋友伤害的时候 要写在最容易忘记的地方 风会抹去它的伤害 相反的如果被帮助 我们要把它刻在心灵的深处 让任何风都不能抹去它呀 朋友之间的相处 伤害往往是无心的 但是帮助却是真心的 就像我们家庭一样 偶然的说了一句 不当心伤害对方的话 那是无意的 而真正的 是它一直为了这个家在超时 在帮助我们 所以学博个人 应该忘记那些 无心对你的伤害 铭记那些 别人对你真心的帮助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 你会有很多的好朋友啊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最算就算最要好的朋友 都会有摩擦的 也会因为这些摩擦 产生误会 以至于成为一个陌路人 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们仰望的星空 总会想到过去 那些美好的回忆 友情的深浅 那是铭记在心中的感情 能够原谅别人的缺点 那就是你因为拥有了 无私的慈悲心啊 所以做人要学会包容 宽容别人 才能圆容自己 意识中 只留下别人的优点 无疑就在你的心中 放上了对别人的恐惧 和对自己的伤害 把别人的优点放在心中 那会让你的心 产生无限的光明啊 所以我们拥有共同的佛缘 我们心和心就会相应 无需任何语言 因为慈悲就像一种光明一样 把我们的心融为一体 台长告诉大家 切不可苛求佛有给你同样的回报 帮助别人 不求回报 那你才是个圣人 宽容别人 对自己也是一种境界的提高啊 人生就像做梦一样 岁月如梭 有一个打油师说道 十七十八岁 十七十八 嘻嘻哈哈 玩得劈头散发 二十七二十八 青年已过才想起立志奋发 三十七三十八 结婚成家 见钱就挖 四十七四十八 生活混杂 被老婆赶走离家 还觉得一个人意气奋发 五十七五十八 退休回家 血无人差 六十七六十八 记忆衰退 痴呆病发 七十七七十八 浑身是病 人间蒸发 人生如梦 梦如人生 来到人间 我们没带来一切 所以我们也不会带走一切 放下执着 修行人生 会让你感受到无比的幸福 不贪不求 那是真轻松 不烦不恨 是心放松 念经旧人 是一颗不老松啊 不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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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ok 殿 AM 乌 有 乌 有 乌 本人 是两个人 是一颗不贪不贪 时代